什麼叫關州事件呢 簡單的來說就是以前的統治者 那時候政局不穩定 那時候統治者想說要怎麼去安撫一下民心啊 可能其中可能會用合法的手段 或者可能有些比較暴力的 比如說我們上一段話提到什麼 為什麼提到競爭 剛好跟我們這一趴有連結 什麼連結呢 那時候權統他為了控制國內的動亂 他說有些出來抗議的 他說你是北韓派過來的間諜之類的 對 所以那時候權統他就有點強 那時候有權力 就是權力鎮壓所謂出來 抗議的這些民眾 其中最主要一個就是如果 把我的畫面Cue一些當時的照片 就是那個關州事件的照片 關州事件 關州事件目前在韓國還是蠻爭議的事情 就有點類似像台灣 台灣最近也蠻非常流行 所謂的轉型正義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呢 其中最大爭議 比如說我們知道 我們這個節目很多年輕的觀眾朋友 年輕的觀眾朋友一定有看過 我只是接著這司機有沒有 或者所謂的1987 或者所謂的如果再早一點的話 懷疑的假期 裡面都有個場景 那個民眾在刊議 在一個廣場裡面刊議有沒有 那時候有軍人開槍 軍人開槍 到底是誰下令開槍的呢 權斗煥總統前幾年 在軟經的時候寫一個回憶錄 他說這個槍不是 這個開槍不是 不是我叫軍人 軍人開槍的 結果怎樣 被一些所謂的被害者的疑似說 明明就是你 然後那個回憶錄下架了 所以最大爭議就是那時候 誰下令去鎮壓的 好啦 所以權斗煥因為這件事情 當然就引起民眾的看意 到時候權斗煥也受不了一些壓力 之後下台了 下台之後 他總是要找一個後路有沒有 他找到部署 他部署誰呢 就剛剛我們提到 這個禮拜 所謂過世的盧泰宇 盧泰宇就出來 當然從某角度來講 我們剛才提到水晶組 有提到幫我們整理 他是一個所謂 第一個所謂的民選總統有沒有 從某角來講 他是一個過渡的 一個過渡的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民風已經開始慢慢 慢慢的要求一些自由民主啊 所以我覺得盧泰宇算是一個過渡事情 當然只有所謂的金融商 可是那個比較 比較讓南韓冷爭議的話 比如說在1995年10月27號 剛剛我們提到 那個關州事件 那時候韓國人在整理一些歷史 我們知道韓國最近對這一塊 其實做了非常非常多 所以那時候 權斗煥跟什麼 所謂的盧泰宇都是因為什麼 收賄 然後被 就是被判刑 所以那時候我們會看到有一張照片 剛才前面有播到有沒有 就是他們兩位前總統 就一起穿著白色的衣服 然後一起受傷 算是難充難兵 這個我剛剛看到 哦對就這張照片 對就這張照片 剛剛上一張畫面再 上一張畫面再回去一下 就是當時 盧泰宇特赦的時候出來的時候 也有民眾這張畫面 就是 特赦 他出來的時候民眾去抗議的 那右手編的是盧泰宇的兒子 也是幫他的父親道歉 針對光宗事件 那針對這個光宗事件哦 導播可以Cue一下 就是我們的這個 呃 就是呃 陳老師繼續在講光宗事件 到底是什麼 那為什麼多 這麼多的 這個我想這個 我只是計程車司機 呃 的裸帶可以 就是有影片有影片嗎 那個外邊有影片嗎 有影片 呃 對就是 幫我露一下這個 呃 因為這部片非常非常的紅 就是好像是那個 呃 那個 計程上樓的導演拍攝的是不是 嗯 嗯 就是裡面的男主角宋康浩 其實這個 對 其實韓國最近在這幾年 就是這一部片的這個 這個 呃 如果帶嗎 這個外邊嗎 我跟導播講一下 對 這片好 這片蠻好看的 因為光宗事件真的演了 最近真的好多戲劇都有在演 這個光宗事件 這個部分 對簡單來說啊 光宗事件 這其實在每個國家都會發生啦 不要說 不要說韓國 在台灣啊 或者是一些歐美國家都發生 簡單來說 萬一各位觀眾有個想法 如果今天也是個總統 你是個統治者 當國內發生非常重大的動亂事件 哎 你要去怎麼去安撫民心 那當然有些人會比較合法的有沒有 萬一緊急狀況的話 你會不會出動所謂的什麼 類似軍隊 或者是一些 比如說比較 比較強力的壓制 這時候就發生這種事情啊 就是那時候可能是手段過於激烈 然後導致後來的人啊 就是一些家屬啊 又覺得為什麼那時候發生這種事情 你今天 今天你要我們這些受害者 或者一些遺屬就是啊 就是要原諒政府 那你總是該告訴我 當時發生什麼事情吧 當時發生什麼事情吧 所以所謂什麼叫轉型正義 你要我原諒你 你要道歉都可以 只不過我要一個真相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你有沒有跟我說 所以這是觀眾事件 一個最大的爭議點啊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拳頭換有沒有 為什麼他寫的回路 會被人家退呢 有人懷疑他寫的回路 裡面可能是有虛構的虛構東西 然後我們再提到剛才所謂的盧泰宇 其實盧泰宇那時候 其實跟拳頭換就是 是因為他是他的部署嘛 所以基本上對 關州事件 基本上也有一點小小的 也有所謂的接觸啊 可是我們並不能說 單獨都從比較負面的來看一下 不能從負面全部都來看 所謂的盧泰宇 盧泰宇在世的話 其實他其實有做過 很多有利於南韓 所謂的民主化運動啊 或者是開放的 開放的制度 比如說他任內有通過什麼 北方外交政策 然後跟什麼前初戀啊 中國跟東歐 實踐了什麼 所謂的什麼外交關係 正常化嘛 除此之外 各位觀眾還知道所謂的什麼 所謂的 漢城奧運嘛 這個也是在什麼時候 所舉辦的 我知道在他任內的時候就辦的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 韓國這個國家其實也蠻 蠻厲害的 因為怎麼說 我們知道他們經歷過 所謂的韓戰也沒有 所謂的內戰 有沒有1945年 剛擺脫日本殖民同志之後 有所謂的內戰 有沒有 然後馬上就1998年 是不是 就是所謂的 辦所謂的那個 漢城奧運 聽說那時候壓力也很大嘛 好像也是這個 李在龍的父親去幫忙對不對 對啊 然後 然後壓力蠻大 因為我們要講個八卦 因為那時候我們 現在沒有了 三個世代的 三個世代韓國人喜歡吃 所謂狗肉有沒有 沒有 現在韓國年輕的沒有 可是那時候 文在寅有說就是要禁吃狗肉 對啊 他們那時候為了 他們那時候為了辦什麼 所謂那個漢城奧運 就全部賣狗肉的那個攤貨 全部給我 給我收起來的東西是嗎 他其實那時候有在取締 對啊 所以其實這也是 辦奧運一個 也算是一個優點之類的 所以我們 總會來說 總會來說 盧泰宇 你可以從比較負面來看 他跟關州事件有非常大的牽連 第一個你從 聽說關州事件好像 那個時候 因為他大家 大家華語權 大家都稱關州事件 或者是518關州事件 是韓國民主運動史上一個 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同時也是一個 非同的過程 那最後呢 軍民對抗28號落下距離 拳斗還下令 軍隊進城搜索 拳打腳踢 棍棒亂打 剛剛我們看到一些照片 還有就是那個計程車司機的 電就真的有 有那些畫面出來 我的計程車司機裡面有 把他等於是演出來 造成了幾千名暴徒當天被逮捕 然後根據2017年最新的統計數據呢 這短短10天不到的時間 造成了218位抗議的民眾死亡 363位失蹤 5088位輕重傷 大大小小大概有7200的受害者 那你 我看你的文章啦 上面有寫說 韓國的戒嚴和整形正義 這個518光中事件 是一座被清理的城市 我認真看你的那個文章 你為什麼會這樣認為啊 因為那 這邊會提到 關州其實是一個在 在南韓一個一個都市啊 那時候其實在那個地方 因為比較位處於 中南部 所以那邊民風比較強悍 所以為什麼說他是被清理的城市 因為那邊有看意的話 那時候全董王就派軍隊 如果觀眾喜歡看電影的話 有一部電影叫華麗的假期 派下去的部隊 全董王說你們去幹嘛 這次的任務 那個任務的名稱叫什麼 華麗的假期 你去渡個家吧 去渡什麼家呢 去收拾從北韓來的間諜有沒有 所以他們說 反正就是把所謂南韓 那些看意的民眾 就把他污名化成北韓來 派出來的特工啊 要在國內引起動亂吧 所以進去之後整個就封城 整個就封城 所以剛剛我們提到 我只是計程車司機裡面 那個外國記者有沒有 那時候就逃不出去 他是要透過什麼計程車這樣逃出去 所以啊 這其實是韓國人 其實在最近這幾年 所謂的民主化運動 其實我們台灣也是啊 我們台灣其實各位觀眾看到 我們現在這麼自由民主開放 其實是經過上一代 不管藍綠都非常努力的 只不過在那時候發生了一些悲劇 韓國那時候在想說 到底那時候真相是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全斗煥總統 你那時候為什麼要派軍隊去鎮壓 為什麼不要用一些比較 比較和平 和平理性的手段呢 所以最大的爭執就是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兩個總統已經 一個已經 比如說我們今天談到的什麼 那個陸泰宇已經過世了 全斗煥被軟禁 可是他寫的迴路後人不接受 所以是目前還在還在爭論走 其實這邊是講說是 全斗煥下令的嘛 大家都說是全斗煥下令 那全斗煥說沒有啊 沒有啊 那他當然說沒有啊 你要把個下令到說沒有 對啊 所以說有影響 那從那個盧泰宇事件 因為我小時候印象中就是 為什麼每次南韓總統 就是最後都會被抓去關 就是 這是一個蠻奇妙的一件事情 全世界 是吧 你自己觀察南韓這麼久 對啊 全世界最危險的職業 就是南韓總統啊 每個都已經進去的 你看有沒有 我們普錦慧姐姐也進去了 沒有 但是說真的 那時候普錦慧還被 就是被說是女總統 最第一位女總統 結果還是進去了 對那所以說 但是也有人說 他是一個就是 當然就是光舟事件啦 那他其實 等於是說他在自己 盧泰宇在2011年出版的回憶錄 曾經提到 五一八事件是因為流言蜚語造成的 盧泰宇呢 其實並沒有 公開修正內容 然後 後來呢 就是由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長子 道歉 不知道有沒有這個 這張圖的畫面 兒子道歉的圖的照片 不知道導播可不可以Cue一下 就是他就道歉 然後來有長子懺悔 有炒 然後大家就說 你在炒作新聞啊 就是儘管後來他 就是他兒子叫盧在 盧在線嘛 盧仔線 後來有些醫藥修改 到目前為止呢 回憶錄未有修訂 重新出版的計畫 就是說這件事情其實對當時這些 呃這些 呃 應該是說那時候的戰亂 情況很亂 有北韓有南韓 然後又剛經過了日本的殖民 然後以及就是呃 殖民後 呃分裂嘛 對就是就是就是內戰嘛 然後內戰以後又美國美軍進來嘛 我們講到美軍進來就想要部隊郭 他還有部隊郭 對就是但是其實也有人說 其實他一生毀遇參半 毀遇參半的原因是因為說 盧泰瑜其實也被說是 親切的南韓獨裁 這傳人 然後呢盧泰瑜呢 其實是民主軍頭的血腥與榮光 而且甚至說盧泰瑜啊 是南韓的民主先生 還是接班的獨裁的血腥 真是呢 哎大家看到 他這張真的蠻紳士的畫面了吧 對不對 跟日本的這個 這個也是日本現在的呃 那個就是天皇了吧 應該這個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當時的那個 他那時候還沒有升天皇的樣子 你看他做的外交這個 這個盧泰瑜做的這個 呃日韓外交這樣子 對那你怎麼看就是到底 就是他後來等於是說也因為就是 呃除了這個呃光州事件之外呢 後來是不是也有一些貪污的狀況 但是也有人說 哎他在任內其實辦了1888年1988年的漢城奧運啊 然後也讓這個 等於是說 呃他在對於這個外交 就是呃對於這個五年的總統任內 對於蘇聯或者是 哎大家看到就是當時在這個 他在奧運在一 當時沒多久喔 馬上就辦了1988年的漢城奧運 因為那個時候時間很緊迫嘛 對然後就辦了這個部分 然後五年總統任內 盧泰瑜對外的 就是等於是標局北方外交 包括和蘇聯 雖亞利波蘭 南斯拉夫這些共產主義建交 那1991年和北韓同時加入聯合國 在1992年8月呢 南韓與中華民國斷交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喔 那而且一個月後呢 盧泰瑜就率領龐大的代表團去北京 會見了當時的就是呃 中共的中央總書記江澤民 中國的領導人 這時候兩韓關係 在經貿體育文化和領域 其實在他的這個任內 其實都是有起色的 那是不是他對於這個金融自由化 甚至辦了一個漢城奧運之後 其實是有一些 還是有一些就是好的部分這樣子 對 其實剛才水清主播很快的幫我們 整理一下所謂的盧泰瑜的生平 一些事蹟 可是我還是把它定調 剛才我們提到 他深圳的所謂的民主先生呢 還是不是是什麼 紳士的獨裁接班人 其實從某個角度來講 就我自己的觀察 我覺得盧泰瑜 這個前總統的角色 其實在韓國歷史還是 評價蠻兩極的 而且我覺得他的歷史定位 其實還蠻模糊的 怎麼說呢 我剛才前面說 盧泰瑜他算是一個過渡性的 就是民主自由民主過渡性的總統 我舉例來說 比如說我們提到 可能各位觀眾提到 南韓的總統的話 可能會想到 要嘛就普正西 要嘛就全斗換 比較就是真的 開槍就是全觀眾事件的 近代的可能就 比如說提到普警惠 大家好像對 好像盧泰瑜這個形象 會 我小時候還本來記得這個名字 因為他的名字有個魚 這是魚人的魚 所以我就對他蠻有印象的 所以他就是這一周 就是過去的時候說 這是個大新聞 因為我記得他 就是後來就鑼鐺入獄這樣子 那後來一連串就是 南韓的總統 都一直入獄這樣子 所以我要說的話 那時候全斗換那時候被推翻之後 他馬上要下台機的話 一定會找他最慶幸的 就所有的盧泰瑜有沒有 可是盧泰瑜的話 他上任的話馬上又面臨到所謂的 社會的開放的風氣 馬上他要怎樣 開放民主 總統民選之後 就金融上下來了 所以其實他在社會的歷史定位 我還是定位他是什麼 就是其實公過兩平 然後他是一個過渡 就是韓國邁向自由 自由民主化 一個過渡性的總統 所以應該這樣講 我們可以看到 我知道導播可以幫我Cue一下 就是那個光宗事件的一些電影畫面 Cue一下好不好 就是我們的那個光宗事件 當時的一些電影畫面 Cue一下 當時呢 這個畫 光宗事件其實對於盧泰瑜說是 也有人說是他 就是他最鎮壓的 我們Cue一下畫面 然後以及 Cue完畫面以後 幫我們再看一下 他有一個在1995年 就是他被揭發了收賄罪行的盧泰瑜 向全國民眾公開道現的畫面 待會都可以讓我們的這個民眾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華麗的假期吧 這26年26年 26年 26年也是在講就是所謂的光宗事件 就是光宗事件的小孩子 被害者的小孩子長大之後 26年他們要回去報仇 這部分也蠻好看的 雖然在台灣算是比較人們 可是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然後華麗的假期你剛剛提到 這可以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華麗的假期 那時候為什麼叫華麗的假期 聽起來明明就是恐怖的假期 華麗的假期 對講到這個 其實這個 這個水星主播問這問題非常好 其實那個光宗事件 最近這幾年傳出一個狀況 就是當然被害者家屬那時候被鎮壓 可能死刪的人士都有 可是其實在鎮壓的軍人 因為軍人最大的天是什麼 服從命令 今天長官派給他們任務 叫華麗的假期 下去鎮壓之後 軍人要不要做一定要做 不然怎樣 他們去抗命 軍人的制度跟北韓一樣 就是要團結 對 就是那個 今天長官叫你開槍 你一定要開槍 你不開槍的話 你就是抗命 抗命的話怎樣 就是戰前處置 有沒有 可是那時候傳出一個 最近這幾年傳出一個狀況 就是那時候下去鎮壓關州的 那些人民 那些軍人 他們老了 其實他們是有創傷的東西 是嗎 他們回想那時候 可能年少可能就是那時候 18、19、20歲去當軍人 對 他老的時候突然想到 為什麼我那時候 他自己開槍去打死自己的 國民的人 或者那時候 還有傳出 就是有些軍人 對一些女生做了一些 不該做的事情 其實有些懺悔的 有些比如說 可能他可能就是一輩子的創傷 其實那時候 最近這幾年都慢慢出來 所以這其實關州事件不是 正義辯護人嗎 正義辯護人 正義辯護人 總統直選啊 其實這是一連串下來的 一連串下來的一些民主自由的 運動所經歷的一些時間 這部也順康好演的 這部也蠻好看的 這也是講公眾事件就對了 他主要這部是用盧武炫總統 盧武炫總統就是所謂 那個親身的那位總統 為背景的一部電影 就是為那時候 就是遭到一些冤獄 一些冤獄來人權律師 我們說南韓人是真的蠻會抗議的 就是後來盧武太渝 後來就是等於是特色出來之後 是不是南韓總統都可以特色啊 就是南韓總統不可以特色